繼續來看中法官姓宜 國中小學的學生小孩很厲害 說這個無懸議 如果拿到典禁的金牌 再來打破九年都沒人打破的全個紀錄 另外說這個國中路主 四百的跨欄 台軍座和空手道頂頂 都有很好的表現 總共有十九的人來拿獎 起早之後選手很專業向前衆 早第一是我們中法官的選手吳宣義 專長我們國中南主組五行專業項目 吳宣義如果拿金牌 又比較大破九年的全國紀錄 就有想要破紀錄 就是感覺失利有道 然後差一點就是要再進步這樣 你覺得這幾年訓練在哪裡最重要 我覺得整體都有進步 就是各個項目就五項都有在進步這樣 那未來有沒有什麼目標 未來 未來 我應該會想要拼拼看 達標雅清掃 然後出國比賽獎 除了吳宣義以外 生意還有中秀 體育班的學生代表中法官參賽 入住四百跨欄 台軍座和空手道頂頂頂 都有很好的表現 總共有十九的人拿獎 今年我們在這個 113年的全中運 台北全中運 我們拿下了十個項目 總共十九人次的獎項 那其中有幾個獎項特別的突出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田徑隊 國男的這個五項全能拿到的金牌 而且打破了全國高選九年的這個紀錄 非常不容易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四百公尺的國女的跨欄 也拿到了全國的第三名拿到了銅牌 那跨拳道的部分 今年表現也非常不錯 拿到了一面國女組的四十九公斤級的銅牌 那空手道呢 我們也拿到了這個 今年國女組的第四量級的第七名 參加全中運 然後拿到第三名很開心 然後想謝謝教練 就是把我帶的那麼好 然後我想 我的參賽感覺是在那個 跑道上面的感覺很舒服 我拿到了第三名 然後這次比賽 因為對手都蠻厲害的 所以就是有學到他們的很多技術 我就很開心可以拿到第三名 升級國中修士中華館頭一間九年一貫的學校 雖然班級索沒多 國中部索一班體友班 而且這個體友班的學生都很厲害 不用出很多酷笑 大專心不穩丟下中華 彩虹保登